各位现在看到的是1960年11月17日 借格瓦拉率领古巴经济代表团访华的历史影像 这是古巴第一个前来我国访问的政府代表团 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博物院副总理李先念等也亲自到机场迎接 格瓦拉在机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他说古巴人民正处在艰苦阶段 但我们感到很骄傲 古巴是美洲国家中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他还胜赞两国人民的友谊 是永恒的永不被弃的 格瓦拉说的绝非客套话 在古巴两次独立战争中 占当时古巴人口十分之一的华人 始终是战斗中间 甚至有数只由华人组成的部队 他们骁勇善战 名扬全岛 在古巴起义军队伍中 被广为传送的中国英雄战士的名字 就有42个之多 其中邵政和崔广昌蔡国强 在古巴市家喻户晓的三位华裔开国将军 在首都哈瓦那的广场上 有一座纪念碑 至今仍镌刻着古巴民族英雄 甘札洛迪格沙达的一句话 在古巴独立战争中 没有一个华人当逃兵 也没有一个华人做叛徒 可以说 两国人民是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 毛主席的由激战思想 帮助他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1960年的中国正处于大跃进时期 人民公社作为当时高举的三面红旗之一 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所以人民公社也是格瓦拉访华参观的重点之一 到达北京后的第四天 古巴代表团访问了位于北京南郊的 红星中朝友好人民公社 格瓦拉兴致很高 还亲自驾驶马车 在大路上跑了一圈 一场制造的小型农具 很感兴趣手中的相机一直没停过拍摄 中午他还在公社与社员们一起吃了家常菜 成都武汉上海等城市之后 他惊讶的发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 完全符合他对世界革命的设想 进一步拉近了他与中国的距离 认为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更有希望 此次古巴代表团访华 共签署了两个协定 加深了中国两国在经济 贸易科技领域的合作 格瓦拉的此次访问 不仅收获了中国的经济支援 得到了中国人民的友谊 同时也将自身的良好印象 倒在了中国人民的头脑当中 为中国有意打下了坚实的